陈都玲和邓维的恋情曝光,这一消息在中秋节期间成为娱乐圈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陈都玲在中秋节当天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两只手一同笔心的轻易动作,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好奇。 随后,网友们开始挖掘更多关于这段恋情的细节,让整个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陈都玲发布照片时副文是,月亮好像躲起来了,那就给你们比个月饼吧,中秋快乐呀。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都市的风光,窗外城市夜景的灯火璀璨。 最初看来,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节日照片,但仔细观察后,网友们纷纷注意到了其中的不寻常之处。 首先,照片中的笔心动作明显有两只手共同完成。 在这一角度下,两只手共同完成笔心动作意味着没有第三者来帮忙拍摄这张照片,排除了外力的干扰。 其次,这两只手明显不属于同一个人。 左手和右手的弯曲程度明显不同,左手显得较为松弛,而右手则更加僵硬。 而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一个明显的小圆点,当右手的前四个手指弯曲时,小拇指保持伸直,而左手的小拇指则未伸直。 此外,通过比较手背的长度和弯曲角度,可以明显看出这两只手的差异。 综合这些特征,网友们纷纷认为这双手更符合男明星邓维的手的特征。 通过观察邓维的日常照片,可以发现他的小拇指有伸直的习惯,手指修长,而且手背的长度与陈都林照片中的长度高度吻合,甚至右手的大拇指上也有一个相似的小疙瘩。 这些细节引发了网友们对照片中守的主人是否就是邓维的猜测。 陈都林的一张照片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随着恋情的曝光,网友们继续搜寻更多的线索。 他们发现,照片中的背景同一时段也出现在邓维的直播中,尽管角度和时间稍有不同,但背景元素完全一致,标志性建筑物清晰可见。 这些巧合让人怀疑这不仅仅是偶然,也增加了两人之间恋情的可信度。 陈都林和邓维都是备受欢迎的年轻演员,两人年龄相仿,颜值高,演技出色。 他们还曾合作出演备受期待的古装电视剧《长月静明》,陈都林在剧中饰演女配角,而邓维则在电视剧《长相思》中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一切都使得两人的恋情备受瞩目。 尽管仅凭一双手和相似的背景来推断两人是否确实在恋情中或许有些武断,但这些细节引发了网友们对两人关系的兴趣和期待。 无论如何,如果这段恋情最终被证实,我们都会为他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因为男帅女美,实属天作之和。 陈都林和邓维的恋情传闻虽然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首先,娱乐圈的八卦消息和绯闻常常让人津津乐道,但我们也应当保持理性和客观。 不能仅凭一些细枝末节就轻易下结论,因为误解和错误判断可能会给明星和公众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此外,这个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明星生活的隐私权同样值得尊重。 尽管公众对明星的生活充满好奇,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空间,而非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放大到公众的审视之下。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和珍惜爱情。 无论这段恋情是否为真,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因为爱情是私人的,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管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要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保持珍惜,不要轻易受到外界的压力和干扰。 最后,娱乐圈的风波变幻莫测,八卦传闻时有时无,但我们应该用理性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明星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 希望大家在追随娱乐资讯时,能够保持理智和善待他人,让娱乐圈更加和谐和美好。 邓维,原名邓维亮,是一位中国内地的男演员,出生于1992年8月27日。 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是该校表演系2010级本科班的学生。 邓维在娱乐圈的表现备受瞩目,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 邓维曾与多位女演员搭档合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杨子一同出演的电视剧《长相思》。 在该剧中,他饰演了夜时期这一备受喜爱的角色,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演员,邓维积极参与娱乐圈的各种活动,并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 他的活跃度和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使他成为娱乐圈的新生代偶像之一。 邓维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前进,他的未来充满了潜力和机会,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他在娱乐界的更多精彩表现。 肖战的生日庆典成为了娱乐圈内的一场热闹话题。 这位年轻演员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卓越的成就,也在人际交往方面展现了他的大方和善良。 他的生日庆祝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仅为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剧组的几百名工作人员送上了礼物,还需要一辆大卡车来装载这些礼物。 肖战的生日庆祝成为了娱乐圈内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肖战以他的演艺才华和卓越的社交能力而闻名,因此,每当他的生日临近,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他的庆祝活动。 这一次的庆祝活动堪称经典,不仅展现了他的慷慨和大方,还凸显了他对剧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肖战送给剧组的礼物种类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德福巧克力、查理、猛牛心养道、溜溜梅、奥利奥等等,甚至需要一辆大卡车才能装载得下。 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的慷慨,还向世人传递出了他的大气和善良。 在娱乐圈,很少有明星会如此大方地对待剧组工作人员,这种行为令人难以忘怀。 这一庞大的礼物清单不仅仅令人印象深刻,还展现了肖战的对剧组工作人员的深切感激之情。 礼物不仅包括了各种美食和零食,而且它们都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这意味着肖战不仅仅是送礼物,还是在关心和照顾剧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德福巧克力还特地发表了祝福并表达对肖战的支持,这显示了肖战不仅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还在人际交往中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 在娱乐圈,真正的友情和合作关系是珍惜之物,而肖战的行动表明,他是一个真诚、善良、值得信任的伙伴。 这种真诚和善良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生日庆典上,还贯穿于他的演艺事业和人际交往中。 肖战的成功不仅来自于他的努力和坚持,更是因为他一直以真诚和善良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 他总是怀着感恩之心,明白没有身边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很多人追求个人利益,而很少有人像肖战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感恩的心。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充满了关怀和善意。 他深知只有以真诚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肖战的崭露头角离不开他的真诚和善良。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用真诚和善良的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才能感染更多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和娱乐圈。 在这个充满冷漠和竞争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像肖战这样的人,他们用他们的真诚和善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肖战送上最真诚的祝愿。 愿他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他的真诚和善良,取得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肖战的生日庆典不仅是一场温馨的庆典,也是一个启发我们对待他人更真诚和善良的范例。 这个故事提醒着我们,无论多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要忘记了感恩和关心身边的人。 肖战的行动告诉我们,用真诚和善良的心态对待他人和事物,是实现内心平静和幸福的关键。 不仅如此,他的行为还启发了我们要更加关爱和理解他人,创造一个更温暖,更和谐的社会。 肖战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成功不仅是个人的努力和才华,更需要一个真诚和善良的心。 他以他的品质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建立了坚实的友情和合作关系。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不仅让我们在事业中取得更多成功,还可以为社会和娱乐圈带来更多正能量。 最后,让我们一同祝愿肖战未来将一直保持他的真诚和善良,取得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他的生日庆典不仅令人感动,更是一个激励,教导我们如何用真诚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他人,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用真诚和善良去感染更多的人,营造一个更温馨,更和谐的社会。